欢迎到财报狗Podcast,我是主持人薇宇 今天是达人聊投资的单元 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会邀请各个在投资机构或者是投资人朋友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目前的市场概况还有他们的日常 在我旁边一样是财报狗的投资总监Sky 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邀请的是来自财经M平方 也是一个台湾很多人都有在用的一个总经网站 财经M平方的研究员Ryan 哈喽,大家好,我是Ryan 所以这个是一个合作的一集 这一集我们会同时上载财报狗Podcast 还有财经M平方他们的Podcast 我们今天主要会来聊的题目 我们会先来聊一下关于大家最近比较关注的几个总经的议题 然后也会再进入到产业 因为产业比较是属于投资的方向的东西 那总经这边可能就是在市场端 然后我们再进到那有哪些产业是可以再深入去进一步了解的部分 那第一个问题我就想先来问一下Ryan 就是最近大家其实都在聊美国联组会说债这一块 那其实可能财报狗的听众比较少在关注总经 像我自己其实是比较少在关注这么大的总经议题 升息啊,说债啊,我比较少关注 那我想要聊的是 为什么大家会这么的重视说债这一块 所谓的说债啊,对市场的影响到底是什么 好,那其实就是我们目前讲的这个说债 它全程其实是缩减每月的一个购债量 因为其实联组会是从去年非典疫情之后嘛 就是一直持续的买美在MBS一直到现在 那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刺激措施 终有一天是要慢慢的逐渐退场 那其实就可能像是2013年那时候开始的那样子 那这个初期一定是逐步 就可能说像2013年的历史案例来看的话 他可能现在购买量是1200亿 可能接下来开始减一个月或一季啊 减个100啊,150这样子的方式去减少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他其实还是在购买 然后呢这边的话我觉得我可以提一些 比较像历史的案例来看就是对于说市场到底影响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像08年之后 有一个三轮的QE嘛 那其实三轮的QE之后 我们通常在M平方我们就会把联准会的一个资产负代表 因为他购买这个债的时候 他资产负代表就会提高 那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市场上的一个资金的状况 那当这个购买的邪率变抖的时候 也就是说他可能缩减这个量的时候 然后呢甚至可能资产负代表是一个走平的时候 他对于市场都会有一个增速放缓的一个冲击 那我们通常都会把这个称作流动性的一个边际放缓 就是我原本一个月都买一千两百亿嘛 那市场就一直嗨一直嗨一直嗨 那我开始减少的时候 市场会有个增速放缓预期的一个回落 但是我们其实如果说看过去的一个几次 可能说2010年的一个三月QE1结束 或是2011年的一个七月QE2结束的时候 或是甚至2014年十月整个结束购债的时候 像这种时候市场真的就是会出现一个 行情的一个震荡 但是你看他这个震荡 大概都会是一个一到两季左右 然后呢股市就又继续向上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真的是比较像是说 市场预期修正然后回落 但是它不太影响实际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趋势 对像我这边有一个数据是在讲说 在2017到2019年啊 FED缩表了5000亿 但这段时间其实股市反而涨了40% 其实我觉得这是不是也代表说 当FED他们可能开始在缩减这种货币政策的时候 某种程度啊就代表说市场不用这么多的刺激嘛 就可能已经开始回到一个基本面 他们认为开始逐渐好转 或者是可以开始成长的一个状况 其实我觉得是 然后我可能补充一下 就是2017年跟现在的一个差别啦 就2017年的时候 它的这个缩表是真的去减少 它的一个资产负债表的一个总量 就是说它每个月在投资的一个数量 就它每债在投资的数量 是每个月逐月减少 那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减到500亿 所以它资产负债表是在收缩 这样的意思是说市场资金是在减少的 那我们现在的状况其实是 比较像是说它现在是减少购买量 我可能现在买1200亿 然后呢之后买1100亿 然后再1100亿 其实实际上还是在增加 所以这两个是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别 那关于股市行情的部分 其实刚才我也就讲到重点 是不是那时候的经济 其实已经让他们觉得说 不需要再刺激 那其实实际上是 因为你其实你看2017年上半的时候 就是甚至连一些海外的 就是比较长期就是经济增速比较低的 欧洲啊日本 他们这些经济体都明显的好转 尤其在2017年上半的时候 所以这时候就是 连总统他们就更觉得说 它的货币政策是不是可以稍微退场一下 那可能为以后啊保留一个空间 然后这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就是我们就要提到 最近M平方很常讲到的一个 制造业循环 那制造业循环我觉得那个时候 在2017年的话 刚好处在一个 全球都在一个补库存 所以你看看欧洲日本 然后这些经济体他们 租口也占他们比例蛮高的 那他们就会有个很好表现 那时候可能连总会觉得 全球的市场好到 他可以去做缩表的动作 刚刚有聊到这个制造业循环 其实我们刚好 今天早上的podcast都有提到 9月3号礼拜五 今天早上的podcast 我们有提到说 可能制造业循环 现在看起来是开始要向下走了 这个也许我们等一下 在产业的部分 可以稍微聊到一下 那如果我们看一下 这次的说载 这次跟之前有什么差别呢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 不管像美股台股来说 其实现在都有一点点回来了 那这波修正已经完全反映完 严准会的缩债政策了吗 其实如果你说 看这一次跟之前过去 哪里是比较像的话 目前我们其实是觉得 比较像2010年那个时候 那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判断 我觉得提几个点 就是都是在一个大幅率退后 然后会经历一段 就是政府政策刺激的一个 强劲复苏时期 然后才开始缩减每月 购债量的货币政策 转向的一个状况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是 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个 制造业的循环 那它也是处在一个 还在算是一个上升 高档的一个阶段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 比较像2010年 那样的时候的状况 那我这边其实可以 简单跟大家解释一下 制造业的循环 就是制造业循环 在总经的角度来看 它就是由需求 去推动的一个循环 这个循环的话 就是说市场它 假如说有一个需求 它会将一个库存 去消耗到一个很低的位置 那厂商就会开始去生产补充 一直补充到 可能说需求开始放缓 然后库存回升之后 才会停止生产 然后开始去化库存 这个循环 其实在每一个商品行业 不管说汽车 手机笔电 半导体晶圆 都会有这种商品的 一个库存循环 不过我们总经看的是 一个整体的状况 就是我们不否认说 在这个制造业循环 可能说我们高档 或是可能未来一年 进入下行段的时候 可能有些产业 它还是逆势的 它的库存 还是一个好的状况 这种可能就是 我们平常会听到一些 有些个股好的话 它可以穿越牛胸 但是我们总经比较看的是说 一个整体的一个状况 那在这个总经的 制造业循环里面 其实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 我们可以用ISM的 一个制造业的PMI去解释 其实这边我觉得 为什么这一次的 可能说Q4的这个 市场预期修正之后 我们也会认为说 它是一个长线布局 美国的一个好时间点 的原因就是因为 其实制造业 它现在还在一个 正要做一个阶段转换 但是你去看 那个ISM制造业的这个指数 它其实是一个扩张指数 它只要在50以上 都是扩张 它即便说 是从65的高点 回落到55 这样听起来 好像市场就会很怕 之类的 但是其实你去仔细看 它那个调查的方式 它其实是问说 经理人说 你觉得下个月会不会增加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每个月都在增加 所以在这一段的 下行段的时候 其实企业它只是 增速放缓 它不是说 获利能力就有问题 所以可能说像 最近不是很红的 就是有一些 台湾公司的高管 也跳出来说 跟外资对杠 说他们讲错了 对不对 无信 可以讲 我不知道翻译 可以讲 就是类似这种说法 其实这个东西 就是从总体来看 其实为什么 这个摔队之后 还能布局 就是因为这样 因为其实都还在扩张 直到它真的进入 摔退位置 只是说 很像外资他们 以他们的view来讲 他们可能 在一个警局循环的 相对高点 他就觉得他应该要 出托到他手上的头子 这样 你刚刚提到 ISM的PMY指数 有些人可能 不太熟这个指数 你还不然来介绍一下 这是什么东西 他可能就是问说 各个制造业行业的 一个经营人 你认为说 下个月的订单 会比这个月 增加持平或是减少 然后我统计完 所有的数量之后 我算一个扩张指数 只要在50以上 就表示说 大部分的产业 都认为 下个月的新订单会增加 所以我们刚才讲说 从65回落到55的时候 其实55是不是增加 其实也是 但是这个初期的 一个快速回落 会让市场有一个 经济增速 放缓的一个预期 所以他可能在股市上 会是限制一个 比较大的修正 那就会比较像是说 可能我们 接下来会看到状况 我蛮好奇 这个调查是怎么出来的 他就真的直接打电话 去问各公司的经理人 ISM就是一个协会 他们就是长期合作的企业 长期合作的企业 他们就是每个月 都会接受他们的访问 其实如果说细节点的话 他们其实大概会在 每个月20号左右 然后开始访问 他们下个月的view 那如果他们今天开始要说 我们可能下个月 采购量增加 那不就去买 他供应商的股票吗 但是还是有之后 这有时候是这样 就我们经济数据会分 这个像是 比较像是信心调查 就是说这是经理人的看法 经理人的看法 不一定对 它是他的行业的 一个前景的看法 但是你怎么知道 他一定会对 他如果说 我下个月 我就是要 备料要备比较多好了 或者我要买比较多的东西 所以他们的供应商 真的就会有 比较多的订单不是吗 其实照理说 这部分是事 但是他们有些 像我们刚才讲说 新订单 或是客户端的库存状况 这有点像是问他们的看法 可能说问你说 你觉得半导体 他们下游的库存状况怎么样 但是那就不是你公司了 那也可能是他们的一个看法 这样子 所以不一定是回答自己公司的 可能是回答他们的产业这样子 对他们的产业 可能我是上游的 我就问你下游的 客户库存状况怎么样 那你目前听到的反馈 或什么是 那你就填这个表这样子 了解了解了解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2015 16年 我记得这个说债的这个东西 其实很有趣 我记得我以前有cover过日本的ETF 就是我cover日本这个区域的ETF 我总结也是那时候才开始看的 但日本有个很有趣的现象 日本always在买债 对不对 我们那时候看到一个东西 也很有趣 我自己记得 我印象蛮深刻的 就是那时候 日本也是一直买债 你知道就有点像打马飞一样 打到一定程度以后就没用了 对对对 刺激效果觉得有点弱 对对对 所以你觉得这次也是会类似的状况吗 因为日本其实好像17年的时候 那时候就再加强打更多的马飞 我好像其实16年还是17年的时候 又规定又说要买ETF 对对好像16年的时候 就开始增加那ETF 就再买ETF 然后再涨一波 再多买债 对对对对 所以就变得很像截断恐惧症 是不是 其实这个以我观点来讲说 我觉得全球的货币政策 真的是负水难受 而且不止日本 其实欧洲也是 对那美国像是有点像是 继续往这个方向去迈进 但是我觉得就是在我们总经角度来看 他有个本质的区别啊 就是说他最后 他这个经济的量体的成长幅度 就有点像是我们个人 假如说我们去外面借贷 银行评估你什么 评估你薪资收入吗 对 就你假如说你收入还在增加 你经济你还在成长 那这个贷款可能就不会是大问题 那为什么日本会有一个 就是好像 哇他这个麻药阶段 会有问题的原因 是因为他经济的增速就有点问题了 所以其实你说像可能 美国状况就比欧洲好 然后欧洲又比日本好 就他们同样都在打 这样子的麻菲的情况下 那为什么还是觉得美国比较好 就是因为他经济增速上 比较没有问题 这其实就很有趣了 大家一直关注日本嘛 本来Lost Decay嘛 对 Lost Decay 加S哦 加S对 三个了吧 应该可能三个十年了 三个十年了 加S不见了 不好意思 你看日本真的是 算是很难投资的去 因为我自己真的以前看日本的时候 对哦 好难看懂 终于有人懂我的痛苦了 很少人cover日本了 日本的投资都很难看懂 这可能最后到后 会都是找一些相关的产业 可能说我最近可能看第三代半导体类的 像ROMO或之类的 就是会变成说只能找大家的 各股了 就总体经济上 就会比较难去寻找投资的一个时间 对真的 那时候 SKY这日本 还是要卖吗 卖到零 卖到零就失业了 对 我是说可以留一点点 没有 都说不太懂 蛮困难的 好 谢谢 这边很有趣 如果是像重货循环这个 聊一下 就是说你们有看 重货循环如果要下行的话 有没有在看什么领先指标 因为其实理论上应该从消费开始看 如果说真的很领先的指标的话 我们现在目前还是比较以ISM制造业为主 那ISM制造业这个部分 我觉得可以讲下比较新的数据 可能就会让大家觉得说 为什么我们现在觉得 真的要从一个上行段 转成一个高档或是下行段的原因 就是其实你可以去看 ISM这个礼拜三吧 他刚公布的一个新数据 他其实有两个项目 一个是说我制造业这个经营人 他自己本身企业的一个库存需求 另外一个是说 我们刚刚有讲到他访问说 你觉得你的客户的库存状况怎么样 那你会发现他自己本身的库存 已经拉很高了 就说制造业上游他本身 他库存已经起来了 已经回到扩张区间 我记得是五四多吧 但是客户端的库存还在抵挡 还在一个接近历史抵挡了 30左右的一个水位 这样的状况就表示什么 就表示说 其实现在可能从去年疫情 到现在的一个补库存状况 已经补到制造业他都有原料了 那这样的话就表示说 制造业可能也接近一个 上行周期的一个高点 他现在就此差说 我把客户端库存也真的补起来 就正式确认他进入下行端 所以我觉得这算是领先指标 因为这个状况可能就是 你现在就已经看到 那可能这会是在 未来一季或两季之后 发酵的一个事情 对 了解了解 因为我本来是比较好奇 就是说消费者信心 跟这种制造业的补库存 中间还有比较大的终端的这些零售商 对 你们这个 有没有什么办法连接在一起 这在产业部分 你们有提到运费 这应该是高相关的 对 但是因为像可能运费 就会比较切产业 如果说我们从经济信心指标来看 但因为像经济信心指标 这种东西就是 他有时候又好像反映的太早 就有点像是 他会反映说民众的一个情绪 像我举例 就是说 就我们密大信心 他其实从今年1月开始 他对于说一个耐久财 或商品的消费 他就一路下降 一路降到6月 但是上半年的行情算是震荡 但是基本上还是处在一个高档 对 就是他有个太领先的作用 就会 他不是这么高品及时的 所以我们倒还是会以PMI为主 那PMI的话不止美国 其实台湾的也是 那台湾其实说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一些 消费性电子 或是电脑周边的 他客户屋存 是拉的已经回到扩张区间 所以我觉得 如果以制造业循环的 领先指标的话 可能我们还是会以 就是PMI类的为主 好 了解 那我想来聊一下美金 我们自己是不买美金 可是其实台湾有很多公司 都是出口美国收美金 或者其实出欧洲 很多也是收一半美金 一半欧元 所以美金的汇率 其实会对很多台湾的公司 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这对他们的毛利率 影响非常大 过去两年 美金从31元 跌到像27对台币 也想问一下 你们对接下来的 这个美元汇率 有没有什么观点 一样还是 后在这个制造业的循环里面 就是其实真的 当如果说制造业的循环 走入一个下行段的时候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很多新兴的出口国家 就是原本它的经济证数都很好 但它只要进到下行段 它的证数就会 去做一个放缓的一个状况 它即便在成长 它可能也是一个放缓 因为可能去年 机器会非常非常高 所以其实我觉得 如果这边比较有趣的话 大家可以观察 为什么最近 韩国做了一个深吸的举措 就是因为韩国它的韩环 它已经出现一个 很明显的一个跌幅 好像我记得年初到现在 应该跌了6%左右 那就表示说 再进入到这个制造业 可能相对高档 或是一个 要接近下行的一个时间点 外资已经在做一个 汇出的状况 那台湾的确还没有 但是其实如果说 真的进一步下行的时候 那可能也会出现 所以我就觉得说 从从经脚上来看 在这个制造业循环 可能会有个半年到一年的时间点 就是我们增速放缓的时间点 会是我们台币 比较弱势的一个时间段 其实就这种 大家应该很常听到 就是两国之间的经济强弱 影响到汇率 或者资金的一个 流向的一个状况 对 这样子其实就有点像是 有点困难两全其美 对不对 其实你是在讲说 我们这个汇率 对制造业来说很重要 但是偏偏又是 在制造业不好的时候 可能汇率表现会比较好一点 对啊 但是这种就是 比较没有办法的事情 就是反正因为 整体国力的一个 经济差速 都会决定说 可能美元会 接下来会稍微在制造业 下行阶段 怕比较强势 但是这种强势 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太担心 我觉得大家关注这件事情 其实关注联准会的态度 因为你可以看 09年那时候的状况 甚至15年那时候的状况 就是联准会只要发现 全球经济 因为它的紧缩 所以有开始一些放缓 或是 可能甚至要进衰退的时候 它会停 它一定会停 我觉得这个停的部分 也可以讲一下 就是可能说我们大家之后 会讲到那个放地产的部分 那其实美国 它两个最大财富效应 就是美国股市 房地产 他们为什么长期 有这么好的消费力 就这两个东西 那当然还有人口 但是就是如果说 以比较直观的话 这两个财富效应 是他们很重视的 所以他们也不会真的放任 就说成就的 制造业国家全部一片岛 爱好遍野 这样的那种感觉 所以真的是 想要当这个 全球的领先老大哥 还是要来顾一下 这个各个国家的局势 这样子 那这样来看 因为可能你们会认为 在制造业下行 未来的半年一年的时候 台币会比较弱势 相对于美元就是升值了 对 那以个股来看 会不会就变成说 现在手上有比较多 美元资产的部分 他们可能到时候 就会有比较大的会对利益 应该是 但是就是 因为一定是 当时他们的营收 营运表现 一定比较没有那么好 对不对 在整个制造业下行的时候 对 那就变成说 可能是手上已经 有很庞大美元资产的 这个状况 他们比较有可能得利 这是一个评价利益的问题 但是就是 通常这个时候 股价不太会涨 因为这个等于是 制造业整体下修 对 整体下修通常是 大家一起跌 OK 所以有这个会对利益 也没有什么太大 但是你通常跌到 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会出现反转 价值浮现的概念 对 就是有一个拉扯 对 你现在如果大家评价在高档 你获利趋还 是一定跌的 对 只是说你跌到一定程度 突然有一些烂公司 一直都没赚钱 然后突然评价利益 总个两块出来 那个就会涨 好 有这种大量美元资产 只是我们过去也算是 雷吉利图拉库 他们都轻掉了 他们都说美元很棒 台中人蛮多这种 奇怪的想法 不是奇怪了 就是一些老一辈的人 对 有一些制造业的想法 会是觉得美元 其实还是什么 不会倒 放美元就对了 过去的一年 真的是很多公司 都卖的差不多了 我觉得这跟 接班有关系 很多都是 下一代上来 觉得说 你这个这样不行 波动太大 因为它其实会影响 对 它其实会影响你 就是你的损益表 对 虽然说理论上不会影响 你钱够多的话 对 但实际上就是 会对你的股价 或是对你的营运 股东都会颇有为耻 很多二代或是三代 接上来 就是建议就卖掉 就他们对这种 美元就是棒 比较没有那么强的信念 对 这也不是说什么不好 但你在以前的年代 美元还真的就是棒 因为以前区间很小 最近才放大的 前面总经的部分聊完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 产业的部分 一样再来回到我们 这个制造业 今天制造业讲非常非常多 在你们今年7月 全球总经影响力论坛里面 Rachel有提到 现在的制造业红利 已经不如过去的一年了 我们现在其实也有看到 非常多电子零出间 开始出现了降价的现象 不知道这边 有没有什么看法 虽然说产业 比较不是我们 总经分析的强项 但是我还是可以 分享一下我们的看法 我觉得这两年状况 算很特别 因为这特别的原因是说 它不单纯是衰退后的 一个快速复苏 它还有一个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供应端的紧张 是造成生产的困难 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 补库存的部分 是非常非常缓满 所以也造成说 这一次的涨价 有一个 看史无前例吧 应该算是 应该如果一台股 航运股的状况 应该算史无前例的 一个状况 有类似的 差不多 因为这其实跟总经有关系 就是2011年 对啊 但是就是这次 是有点像是说 疫情让它更夸张 这是历史特别高 对 历史特别高 最高的年代 只是说像 这种紧急循环类的 我们的看法是觉得 这种涨价 真的迟早有天会结束 因为除非我们 打不赢这个肺炎病毒 但如果真的打赢了之后 它一定要回归常态的 就是你的航班 那些全部都要恢复正常 所以我们是不认为说 这种东西 会长期的持续下去 这边的话 其实我推荐一下 我们自己家的图表好了 就是我们就是 反正今年的时候 也跟风 我们把BDIFBX 这些我们也见在 我们的官网上面 如果我们看 这些东西的看法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把它化成 一个年增率的一个状况 因为就是说 的确现在所有的航运 它都还是很赚钱 运价就这么高 你绝对值不可能不赚钱 但是股价不单纯 是反映你绝对值赚钱 这件事情 它还会反映你一些 未来的增速 或是长期有没有 活力维持的一种 这种面向的一个看法 那其实如果你把它 化成年增率之后 你就会发现 可能说 这个运价的年增幅 并没有过去一季 两季之前来得到 已经出现一个 拐点的一个现象 所以其实说拉长来看 就是这些紧急循环股 我们的确是认为说 它不再是一个 非常好的投资时间点 它现在绝对 有绝对值得 基本面的获利支撑 但是它始终是一个 紧急循环股 应该这样讲 对 可以帮大家问一下 为什么你们有买SCFI 很贵 现在开始收费了 这个我就 不是我负责的 那今年才开始收费的 以前大家都拿得到 对 以前大家都拿得到 但这个就是我们 比较是工程部的负责 我的确我就没有经手 因为我没有 我没有经手 因为台湾应该跟 SCFI 比较相关 因为FBX比较赞 它的那个 植树的编制 是比较全面性的 这个我可以分享 一个很有趣的观点 台湾人 就是在这一步里面 真的是把FBX 它那个网站 那个浏览量 全都是台湾人 刷爆 真的是 那个疯狂程度 真的很可怕 果然都是航海王们 水手们 水手们 真的 真的是神鬼骑航 灌爆别人网站 外国人想说 这个IP怎么怪怪的 是不是机器人 对 一堆人一直连点 一直在那边刷新 刷新 对对 要死了 那其实从七月开始 我觉得六七月开始 那不管是爱谢克 或者你们 其实都有提到 接下来整个 制造业红利 不如过去一年 就有商品转服务 对不对 对 就以目前来看 最新数据来看 你觉得服务 真的撑得起来吗 因为如果我们现在 去看服务业的 这个采购经理人指数 很像也掉下来了 最新的刚刚创告 然后这个礼拜 会再公布新的 对 但是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这样 你讲的掉下来 我觉得是 它的确组成上有掉下来 就是它里面会增加 持平跟下降 它组成上的确 也有稍微 比较弱的一个状况 但是这个部分 我觉得它还是会 比较像是一个 增速的下修 因为我们刚才 前面有讲嘛 你只要大部分 都还是增加的 它即使这个数据放缓 它其实还是在扩张 它其实不是 真正的进衰退 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们目前看起来 是还会成的起来 然后这边的话 我补充一个就是 我们总经 一些比较主观的 一个观点 就是疫情的这个状况 真的会让 这个服务业复苏 走得比较长 原因是这样子 就是说 假如说我们现在台湾了 8月多的时候才解封 那你看解封的时候 初期 不可能一次 就回到过去的状况 甚至你说 你现在也不可能出国 也很难 不是说不可能 就是你也很难出国 就是它的这个 服务业的这个消费的回来 是随着疫情 就一步一步的 可能说疫情又变紧张了 那我就放缓了 民众可能就会 有一点点时间 存个钱 然后存完钱后 又开放了 我又再去消费 所以这个服务的这个部分 我们认为是 真的会走比较长 那有一部分是我们这个 总经比较主观的 一个看法 那如果从数据面来看 其实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 从美国人 我们去看它的一个 最新的一个PCE的状况 就是一个 个人消费支出的状况 其实你看到 它的个人消费支出 其实已经回到 一个高峰的水准 然后呢 回到高峰的水准后 我们就会开始看说 那它接下来 还没有消费动能 那PCE里面 其实还有一个 叫做储蓄率 它会同步公布 那个人民的一个 可支配所得的那个状况 那它的储蓄率 其实你可以看到 这一个月非常特别 它的就业收入增长 支撑了这个储蓄率回升 就从一个储蓄率 8.8回到9点多趴 所以其实如果说 美国它在接下来 这个秋季 它就业的状况 真的还是很好的话 其实它是能够 给它的消费力到 有一个保底的支撑 这个保底的支撑 配合我们刚才前面讲 服务业的消费 会是一个 比较长时间的 一个复数的话 我觉得这个部分 应该是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你们觉得 在接下来可能商品的 消费力道转弱的时候 其实服务也是有办法 继续去支撑 整体的经济 对对对 但是他们Q4 同样都会正数放缓 这个我觉得 就是无用之一 因为你在Q4的时候 其实就是财政的所有效力 都开始消退掉了 就是去年发的 美国平均每个人 10万块台币 那你这个钱 给你花一天 总花光了 那一定是会开始 回到常态 所以我觉得 正数放缓还是必然 但是它长线 因为有就业的支撑 所以是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 很生气 丢笔了 国智老师 这梗出来很老 现在只有他丢笔 找不到别人了 不是 这两年进来股市的新鲜人 应该不知道这个梗 没有看全民大门口 知道这个节目的人 也是老了 哪有 拜托 现在我们有什么要补充的 就蛮好奇的 因为其实服务业 我们追踪一些美国餐厅 那也看了一些 他们的法术会的一些memo 其实有人提到 服务业其实是增长没错 但是他们现在运动 一个更有趣的问题 就是他们缺工了 他们缺服务业的工 缺工好像一直是他们 现在最大的问题 对啊 所以这个东西 恢复的速度 会不会慢一点 这样子 我们再看联准会 他为什么这一次 就是从7月开始 会沟通缩减购债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他在 就业的结构上 他们就认为说 现在目前其实 厂商都是要找人来上班 那只是还比较不好找 在疫情的这个状况下 还比较不好找 那他这边 他有解释一个原因 他说这个原因 比较多是因为 其实比较多这些中低收入 或是一线服务业的人员 因为他本来的经济状况 就比较不好 然后现在学生 就K12以下 中学以下的学生 都还没有回去上学 所以他们有时候 会衡量这个机会成本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说 那我顾小还好了 就是他们的很多的中低收入 或者是因为这样子 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连准会他们是认为说 如果说秋季之后 好他们的可能疫苗 开始打第三季 那整个疫情控制的更好之后 这些就会回归到常态 是 所以就bad to school bad to work就对了 父母松一口气 好想去上班 有可能在家里哭小孩 哦 不错 就是小孩去上课 父母才可以上班 对 现在还可以挣钱 才可以获得自由 所以这个服务业 应该也是 我们最近看的比较 它现在可能有点困难 算产出方面算是有点困难 因为之前消费 如果去拆PCE 服务跟商品 其实服务的比重 是掉很多的 跟过往不是都是一起上吗 都是一起上 2020年那个掉很多 我想哇这个 看起来怪怪的 我觉得这个算是 我们总经有个信仰 就是我们一直觉得 人就是会进步 人就是会恢复常态 人就是会往上 我们在这部分 我们就可能相对 就稍微比较乐观一点 应该是这样 因为像我们之前 其实就有看到 在疫情开始慢慢的 变好以后 其实各大的食品公司 餐饮公司 不管像星巴克 麦当劳 Chipotle 其实他们都开始说 哇现在人民 又开始出来买食物了 然后其实一些 比较小的餐厅 可能就倒了 撑不住倒了 那大的连锁餐厅 他们都说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 好好的扩张 然后过了一两个月以后 就说 我们招不到服务生 没人 我们需要机器人的 资源 其实这个也算有趣 因为我记得之前 有看到有人在讨论说 台湾的麦当劳 现在不是开始 都会有那种 自动点财吗 对不对 Kiasco 对对 然后我有看到 有人在讨论说 有没有可能 就是利用这个方法 来降低 他们需要的服务人员 但目前看起来 很像还有点困难 有人算成本 因为其实那个是 麦当劳先讲的 麦当劳他有一个 我忘记了 反正就是什么 什么speed的计划就对了 然后两年前之前就有了 对 他们就是要改这种 Kiasco 跟这种桌面的点餐了 你这种供应商协会 一定会说 这个一定很有趣 这个很有用 因为就是根据什么统计 用Kiasco 可以多花20%的金额 因为他会赔 POMO 什么的 这怎么讲 餐厅要去换 这些东西的动力 但产业上 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你之前服务不是不好 就是餐厅消费不是不好 大家就没钱 没钱换个什么鬼 对 大家没钱 会把那个 CAPEX往后延 这个话 我也想提一个问 因为刚好你们 产业上 你们比较熟悉 像疫情之后 像如果说 我们真的推出 服务人员减少 这种概念 因为反而疫情之后 就是要 人与人员接触 要减少 像这种在餐厅上 他们如果真的换成这种 对于他们 比较长期的看法 是会比较正向吗 在疫情之前是很正向 但是真的在疫情的时候 是就不得不做 现在因为多数的餐厅 应该都是缩减死数 就是因为它没有人 所以它变成 他们不得不做 但是这个 因为你采购这东西 变得是硬体 而且又是 这种是特规 所以又往后遞延了 就采购这些 固定资产的时辰 会往后 其实美国这方面 比台湾多很多 因为他们的餐厅 就是很多种形态 他们不只有 Drive through 就是得来数 他们要什么Drive in 还有一堆有的没有的 他们是有想要做这件事 几大QSR也是有在做 只是说替换的速度 就是在疫情 反而是不如我的预期 我本来以为是疫情要 哇大家用力的换 对不对 没有 因为大家说我们没钱 等于说算低延 但是其实这样听起来 其实还是好事 对不对 因为就是说 它的这些硬体设备的进 其实可能相关供应件 也都还是 就是只是说它低延 但是之后可能 都还是会叫 可是在台湾 算是小众的 这比较偏 Industry PC 就是所谓工业电脑的族群 你说最大的麦当劳 好几万家 跟那个什么 卖电脑不能比 对对 对对对 买电脑几千万台 几一台 规模不一样 数量不同 对对对对 所以还是偏小众 比较niche的方向就对 对对对 可能跟这个中期 会低眼一些 对对 我自己是比较好奇 这个导入后的成果评估 因为以台湾的麦当劳来看 我看到几个 在麦当劳工作的人 他们自己都觉得 导入后没有变得比较好 更多人问他们问题 变成反而你要多一个人 在那边教大家使用 对对 就是其实大家并没有 真的自动化 只是一个人站在旁边 然后都说 你不要来碰我们 然后就告诉你说 你要点这个 你要点那个 不过其实这个可能 跟刚才那个采购这杯 我觉得也算低 因为以后大家都会了 可能就是一个教育的过程 对对对 所以我自己会觉得 这个导入的使用率吧 应该会比当初厂商 讲得来的久蛮多的 因为其实在消费者这边 也是需要一段教育期 是 现在很难用嘛 现在你去买麦当劳 以前你都乱加一大堆 有了没有的 现在很难按嘛 不想按了啦 太复杂 我就是那个顺序啦 你用那个自动贩卖机点餐 它就是有一定的流程要走 你到哪一步 你才可以去加购东西 就不像我们 可能用嘴巴点餐 你要加购 你什么时候想要讲 其实都可以 我就会有点 不太确定 这个步骤是什么 那在接下来这个 电子零组件的循环啊 可能我们看到 在一个高点 至少在制造业这边的库存 已经补得差不多了 那我们接下来 有没有哪些产业 是可以关注的呢 在你们七月 这个全球总经营想的论坛 你们也有提到说 接下来你们会觉得 科技 房地产跟医疗 那我也蛮好奇说 为什么会是这三个产业 长期产业看法 我觉得我这边 有三个重点 我在判断说 它是不是长期军事啊 第一个是 当然就是我们总经 跟一些主观的长线看法 那第二个是 政府跟法规的 有没有推动它 这个产业 那第三个是 它的潜在市场 跟它的一个 联均复合增长率的 一个状况的一个观察 那我们先讲个 科技的部分好了 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 总经主观的 这个长线看法里面 其实我们是认真觉得说 后以前的时代啊 不管说是个人啊 企业的服务的运端化 或我们刚才前面聊到的 这些就是 无人服务的 自己自动点餐的系统啊 然后呢 或其他的 电子支付啊 或是数位广告啊 就这些 我觉得都是 在疫情之后 可能都会有 更强的一个 长线的一个动能 因为可能大家 就是要朝这个方向去 迈进的 这也是大家的一个共识 所以可能就有点像是 大部分的一些 科技巨头啊 都还是受益于 这样的一个 趋势的状况 那在政府法规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就会比较是 相对一些 细的一个产业 可能说像 虚拟货币的一个监管 或是一些央行CVDC的研究 这个就是结合到 电子支付的这个部分 那另外的话 还有电动车跟新能源 这些都是 长线的这个科技 他们会规模继续壮大的 一个保证 因为其实政府跟法规 也都在支持这些事情 最后话是 他潜在市场跟KG的部分 那这个也是我自己 就是这一年来啊 我自己重压 或者是我自己在 比较喜欢的产业 就是电动车 供应电跟第三代半导体 那电动车的那个规模 其实是从2025年之后 应该欧洲最早开始 讲2025年 达到几帕几帕 其实我觉得 这个有这个东西的保证之后 其实市场就会开始 往这个方向去做梦 有点像 不知道大家 就是以前那个LED 以前说中国说要用 然后后来没有 那就爆炸 这那种概念 但是这个电动车 其实看起来 是不会突然说不用 这种状况就会变成说 也在去年 2020年 或是前一年的时候 其实龙头特斯拉 就已经先涨一波 把整个产业的 这个做梦的一个空间 就拉开了 那接下来 我在这一年 比较看就是相关的供应电 因为我觉得 你这个空间拉开后 到后它供应电的 这些零组件 其实是会 KG会比原本的电动车 可能更大 因为可能一台车里面 它用零组件会是更多的 可能一台车里面 可能前后到车 影像雷达什么 一台很四格之类的 这种感觉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的话 举个例子 就我目前看到 可能说去年的时候 电动车大部分 给出的KG都是25% 像今年到电动车的 供应电的时候 都给到接近快30% 这个是我们会判断 所以它可能是一个 长线趋势的部分 那另外的话 我觉得第三代半 脑体的部分 其实也算是 只是它比较像是 所谓是一个 规格跟技术的格型 因为可能说电动车 它就是需要高压快充 它就不能用 第三代半导体 之前的东西 因为那高压快充 没办法这样充 另外的话 就是说5G的一个效率 它也是要用 第三代半导体 那这部分的话 我觉得会比较像是 可能说以前过去 那种平盖骨的 一个供应电概念 因为我就是 那个时候进入市场的 在那个时候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 每一代的苹果手机 它是不是每一代 都要新增规格 加东西 那我觉得 这个就会是 第三代半导体 或是电动车供应电 它初期会有个 规模增长很快的一个梦 然后它的毛利又很高 因为它每年都要换新产品 那毛利一定会好 这就是这种概念上 所以科技上 我们是因为这样 才看好 对那另外的话 我觉得房地产讲的话 我们就会更贴近总金 因为其实房地产 这个话 它没有什么 很高的K格 然后也不会有什么 政府法规去支持你房地产 你敢支持 民众应该会气死 对 所以在美国这部分的话 我觉得房地产 它就跟总金长线很有关 就是说 我们通常会观察 0到4岁的一个 美国婴幼儿的数量 因为这个数量 如果说出现一个 很明显的拉伸 可能说像当初什么 一二战之后的一个婴幼儿潮 这你就可以预期到 大概25到30年之后 会有一个房市刚需的一个高峰 那其实在这一次的 房地产循环里面 我们看的就是 千禧年的婴幼潮 你去看那个0到4岁的婴幼潮 它在那边就是一个高峰 所以其实我们这样 如果推这个循环的话 至少2025到2030这个期间 房产都会有一个长期向上 那它当然不可能去做跟科技比 或是去跟其他那种 成长很快的比 但它就是一个 长期向上的一个行业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 我们比较长线推它的一个原因 那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如果说 大家有兴趣 可以到我们产业乒乓官网 我们其实是有把房地产 定义成一个 16到18年一次的一个循环 那它目前就是 在这个循环的一个中间 它其实还是会走到底的 这样子 对 医疗部分的话 其实我觉得 它有就是三块支持 它就是总经的主观看法 还有政法规 跟潜在的市场 我们都是认为 这三个都有支撑 那总经环境的话 其实我觉得 就是后疫情时代 其实你光看嘛 美国他们那边 第三季的疫苗要打了 然后口服药 以后治疗COVID-19的 可能之后也要退出 所以光这个 就已经是一个短期 可能都还有 成长动能的一个证据 那除了这个以外 其实你可以会想象说 未来的一个环境下 就是疫情它会反复 它在这一两年期间 因为还不会控制这么好 所以会有很多 那种远段医疗的一些监控 或是疫情追踪的 这种服务软体 都会要进一步的去安装 那这边的话 就可以连接到 就是关于潜在市场 跟KEG的部分 那虽然说这个部分 我自己也没有 还没有拿到一手资料 因为很多这种 KEG的估算 就是它会一次估算五年 这种很多都是付费报告 但是你这种付费报告 你可以去看到 它会直接把KEG给你看 它细节不会给你看 但是你可以看到 它的KEG跟去年比 都有个弦注的上调 跟前几年比 都有个弦注的上调 像就是这种 无线监控 身体健康的 这种软体的类的 这种产业 它其实KEG都从7% 直接调到从12% 15%以上 所以这个KEG的上升 也是我们关注的 一个重点 那这个部分的话 在美国市场 我觉得会有更有动能 那就是因为 拜登的一个3.5兆 拜登在今年已经 基本上在9月底 应该会把基建政策 就是顺利的通过了 那他们目前 其实参众两院 都有通过一个 预算协调的一个程序 所以其实他们 明年很高几率 甚至快一点的话 说明今年年底 就会有3.5兆 关于说社保 或是医疗 或是教育的这种支出 那其实有这种 算是政府支出的支持的话 其实在这个行业上 它也是会有 很强的一个 额外的动能 就是除了它自己产业本身 政策上还会给它 一个额外的支撑 相对于前面讲的房地产 医疗这边看好的 听起来有一点点逆取 是 对 算是有一点 但是其实这个部分的话 所以为什么我们后来 就是觉得说 我们看总金的 后来我们为什么 推了一个ETF的一个 赚取 就是因为其实 太逆取的时候 其实除非像你们 专业研究产业个股的 你们才真的找到大趋势 就是一个个股的大趋势 但我们的话 可能会就比较建议 那你就交给这些 专业的人 他组成ETF后 你买这个ETF 因为像你刚刚讲的 这种远端医疗 对 我可以想象 它占整个医疗板块的比重 应该相对低吧 对 相对低 但是它目前 有点像是那个 成长率被拉高 对 算成长率被拉高的部分 可以 因为它的占比低 所以如果直接去买 整个医疗板块 感觉起来 这整个医疗板块的成长 对 你不会得到 它的一个完全报酬 但像这一块 因为我自己也还在寻找 相关的个股 我其实现在也目前有发现 很多这种 就是无限的 监控以身体健康的 这种软体的公司 很多甚至还没上市 对啊 对啊 在美国或是意大利 几家比较大家 前面的一个公司 甚至都还没有上市 这听起来很新创啊 对啊 没有啊 中概股之前有乐过一家 在香港上市 平安好医生啊 他已经被电报了 其实中国这块 应该也是好的吧 对不对 因为他们这个应用 都超前部署的感觉啊 他们开放 其实开放蛮多 他们本来是不能 远端拿药 后来是都开放嘛 好像药也可以配送啊 对对对 所以他们在疫情 其实开放蛮多 医疗这边 最主要关注的 应该是各国的政策啦 因为其实医疗 毕竟是很受 法规监控的一个产业 对 所以其实就要看 各国的政策 放开到什么程度这样子 每个国家应该会蛮不一样的 其实像刚刚那个举例 我觉得算很先进 因为其实医疗你拿药那些 其实那个程序上 很多都是很严格的 对对对对对 那他们如果能够做到完善 那都是 所以整个供应该都蛮好的 他们服务员比较广大 我们比较近 他可以知道 你去旁边巷口拿个药会怎样 屈神市就会买药啦 屈神市康四美就要死了 五分钟你也在干凶 对对对对对 太懒了 这边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其实我们有提到那个 看起来拜登这个3.5兆的 我们看比较前瞻的 3.5兆的财政嘛 因为看起来过去几个循环 看起来财政政策 是比较能够超越 比较长的周期嘛 甚至可以超过好几个 可能 maybe是制造约循环嘛 对啊 那这个整个财政政策 因为之前大家喊了正天响啊 就是交通相关的啊 电动车相关啊 就是因为刚刚有提到医疗嘛 那你们对财政政策 有没有什么 就是他这个3.5兆里面 你们比较好看好的长线的 长线的如果说3.5兆真的就还是比较是医疗 因为他们真的很想要推 就是可能说多少年收一下的 他的一些社会福利的保障 那社会福利的保障 其实不是长照就是医疗 基本上真的就是这两块 但是因为这个部分 我觉得我们目前还没办法给出 太明确的原因 是因为他还没立法 是是是 法条还没出来 那内容还没有全部很可以的 内容大概9月15号后 他们会有一个初步的版本出来 是是 因为本来很好奇他们要盖什么铁路 去都坐飞机啊 坐得很突然 他们其实坐那个铁路是应该的 他们真的好几十年都没有更新 这些国内的一个基础建设 对啊对啊 所以很好奇 或者是什么他们那个电动装 其实跟电动车有关系 然后还有就是政府有一定的比例 要换电动车 对 那就是持续关注你们那边的分享就对了 产业跟个股可能要从财报口这边 就很开始那个吹啤酒 互相吹捧 互相工商 那赶快来抖内 啊不是 这边我想要再问一个 这个不知道看你们方方面讲 你们在看Gama吗 有 Gama最近有在讲到底总经有没有用 那我觉得他们提了一个蛮有趣的观点 就说 其实在过去有很多总经的基金 你看现在几乎没有活下来的 那你这边的观点是什么呢 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我觉得这个是从我的眼界去出发的啦 就是其实我自己是台湾券商出来的 然后才到财经典平方 那其实我自己看到很多很强的 就是尤其基金类的 都不是在台面上的 大部分你去看授权的财报放开 你会发现他们投了一堆的私募 然后就是因为那些私募他们强 但是他们就是私募 只有特定人士才拿得到 我也刚好认识其中一些 那我觉得在这个部分上 不会觉得没有用 当然还是我觉得主流 还是玄道个股穿越牛熊 就是超强个股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主流的想法 我觉得是正常的 那只是说我觉得 就像可能说 为什么我们可以在很早之前就规划 这我觉得我稍微讲一下 就是我们原本觉得把这个交回党 那后来是因为一些资律的关系 我们把他延后 然后变成跟爱希克一样 爱希克原本就觉得是10月 对他原本在美股上10月 那为什么他能够精准的 去点出这些时间点 难道真的是因为 纯粹我就做产业分析吗 其实真的不是 就是总经也有他的know how 刚好我在那边下面有留言 我刚好在那边下面有留言 但我本有tease 我只是觉得说 那真的就是领域不同 如果说你真的应该要这样比 那我这样讲好了 就是可能说 现在台国很红的 建国当冲 葛日冲 其实他们很多 在这一两年赚钱 可能比你投美国科技股 他赚的还多 像凯基松山 或是唐海王 他可能一天就赚的比较 就是他可能赚的钱 因为其实有几个 是我现实中认识的人 他那个 我30啦 他们全部都不到30 然后可能资产都是10个亿以上 对 那如果你要这样比 那就好像我觉得意义不大 我觉得还是在自己的领域里面 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 那其实这个跟我们 觉得财经的平方的一个种子 是蛮像的 就是你自己的投资 要自己负责嘛 那每一种投资方式 都有他自己的强项跟弱项 就像可能说 到很逆去的产业的时候 你问我我也不知道 对 这种感觉一样 那他们可能 他们赚场是可以找到 很强的一个个股 很强的一个正要成长的公司 但是我觉得就不用 这样放在一起比较 因为我自己其实是 比较少接触总金 然后我在看 给马他们的讨论的时候 我的感觉比较是 他会认为 你今天如果是只去看 比方说升降息 这种方法来做投资 是没有办法有太好的报酬的 但其实我现在在看总金 其实不管像 比方说看你们 或者是在看爱谢克的一些分享 我觉得他们其实已经 蛮到产业的部分 就到各别各个产业 其实我觉得产业是有必要的 但是我觉得先还是回总金 这个有没有用这件事情 我觉得总金他想要做的事情 比较像是说 我要避开那个大跌段 因为他其实在那篇论述 他下面有回复 他说如果你想赚贝他 你买ETF就好了 但是其实你买ETF的报酬率 真的是你想要的 对不对 如果你说你看总金 你真的去避掉一些 你主观能够避掉一些 衰退段 其实就跟看公司一样 你主观觉得他会强于大盘 对吧 就是我觉得会有一些 这种判断点 那总金的投资就是说 我在不同的时间点 我去避开衰退段 或是在衰退段的时候 我去配置适合的板块 可能说最近举例 因为爱谢克文章 应该大家都比较常看到 应该不算报他的那个内容 就是其实可能你可以看最近 就是前阵子 可能7月多的那个回档 很逆势强的板块 就是公用事业 那这种就是可能 我们会认为说 接下来资金流向 因为在跌的时候 逆势强的通常会是 我们接下来看 可能说资金 就是长线进去的一个产业 那可能是公用事业 那你可能如果说 站在Q4的这个衰退段 去布局到了这种产业 那你的表现就会诱于大盘 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 就没有一定要分优劣 我觉得分这个优劣的意义也不大 有时候其实像可能 我个人绩效 我不会因为看了你 或看了我们的东西 就是影响到太多 我觉得其实很难 很难影响到太多 了解 我是没什么看法 因为他们干凉 他们干凉 好一个特别的方式的投资方法 这里面一定都有强者 你说那种宏观对冲 有没有人真的赚理由 因为我看的时候 我会觉得 现在像你们或艾斜克 其实在讲总经的东西 我自己会觉得 跟你现在回去看 十几年前总经的书 其实讲的东西 是有不一样的了 其实也有在进步 其实真的进步的也很明显 因为我觉得以前的总经 真的是很大的总经 很大的总体经济 可是到现在 其实不管像你们看到 会开始分产业 对啊 对啊 那我觉得这跟 说什么十年前的那种总经基金 你回去看他们 当时在讲的一些论述 他们可能还是只有在讲 所谓的升降息 或者是整个总体的货币 或财政政策造成的影响 但到现在你看 你刚刚有提到 不管是5G 不管是第三代半导体 不管是车用电子 其实他已经没有到 那么大的总经的范围了 但我觉得 就是刚才前面讲 这个升降息的部分 尤其可能说像联准会 这部分真的还是很重要 就是我觉得 不要讲总经对 我觉得不要这样讲 就像可能我讲个人的看法 其实就是在这一段 就可能说从去年9月到现在 我也有因为总经一些 市场情绪的部分 可能殖利率刚到1%的时候 我在今年1月多的时候 我也做了自己部位上 很大的一个减码 那其实那时候的减码 其实后来2月就出现一个回碟 那甚至在4月多的时候 其实我也有因为我看总经 那那时候是第一次的 就是包卫尔去提到 说减购债 那他那个说减购债 还是喊前瞻自营的内容 就是他的生命稿内容 但是他是第一次 所以我那时候也做了一个减码 也有成功逼过4月的那一段修正 就是有些我觉得 这就是反正总经就是一个 他长线历史上 他有个固定的pattern 那但是最后 你还是去主观的判断他 那你会依靠很多的数据去判断 那我觉得我们的 可能说英文公司 我们就是希望 你能够看懂更多的数据 那看懂更多的数据 内化成自己的一个方式 然后就是为自己的投资去负责 其实跟我们用总经的方法 也是蛮像的嘛 基本上就是 当今天如果我们对总经 未来的展望 开始比较保守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适度的减码 因为我们自己应该 算是蛮激进的投资人 就整个曝险部位都蛮大的 可以叫我们市场派吗 该砍的时候一天就 赶快跑 所以今天比较 对于未来的看法 稍微比较保守的时候 就会降不稳 因为像我自己其实 可能还是会有些杠杆在 这个杠杆就要稍微的减少 是有些吗 有些大 有点杠杆 小一点心理比较安全 不要怂 就是干 仓 我也干很满 这个七月回档 我是人生最大弟弟 以前从来没这么 我大胃会打过 很痛 七月这个我是爱好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 我们大家都应该已经降得差不多 我们的光速桃 怎么 这样很猛 没有 运气蛮好的 对那 财经平方最近有没有什么新功能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还是口里对光一下 我们的那个ETF赚取 就是其实我们前面提到很多的产业 三个产业 就是其实它都有对应的ETF 可能说我们大家很常听到 QQQ啊 VNQ啊 XLV啊这些 那它都可以在我们的 M平方的一个新推出的一个 ETF赚取里面找到 那更关键的是说 我们这些ETF 我们都有推荐你去看的一个 基本面观察数据 就是可能说 我看QQQ 我看这个长线的一个生产力循环的时候 我有哪些数据去可以观察 那这个在我们官网室 就是算是一站式的服务 就直接都可以包含了 你又可以找到标的 又可以找到 看这个标的要看什么数据 这样子 就我们今天在录之前 有跟就是你们聊一下 就是财经的名方 只有两个工程师 超猛的 就工程那么多 然后只有两个工程师 那边叫他们来 掉到楼下去好了 所以我们创办人辛苦 因为我们有个创办人 就是工程师 真的就是这么多 然后你们年初推了13F 然后现在又推ETF 对对对 很赶进程 你们工程师非常非常辛苦 所以你这个每个ETF 都会介绍对不对 对 现在我们目前是先以大德为主 不然你那BQ 那瑞茨的 我以前有cover 不然我还这样子记不得 其实还有些 对对对对 就是真的还蛮多都是大的 然后真的细的 我觉得我们也还会再努力 因为这道人工去做 应该很多超多 真的超多 现在变超多了 记得好像上2000多档 对对对 没有吧 我看你们现在网站 就2400多档 对啊 我们现在就上2000多档 所以其实就是 要慢慢混 因为同样都瑞茨要好多个 然后做不同 可能有做MOD 有可能做那种独栋住宅的 对对对对 你还要仔细看说 这个东西在干嘛 对对对 我只很好奇 是有同一个网站 它会全部列出来还是没有 你们就要分开来去抓 其实有些是付费的了 然后有些是 就是分开抓的 对 然后但是因为我觉得 所以它不会有一个资料源 就是有点像是 郑交所 所有上市公司列表 就在这边告诉你 没有 对啊 就是真的是多来源 然后我们有买 除了买的部分以外 因为我觉得是 我们平方也五年了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的 就是旧的资料库 已经做好了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部分 有一部分是来自于这样子 哇 这真的是辛苦 就累积啦 这算累积出来的东西 对 我昨天稍微玩了一下 我觉得其实 真的任平方的整个 使用者体验 也都是蛮厉害的 做得很不错 我昨天有那个 付费财报告 我真的没有 又来一个互相吹捧的环节 就是因为付费才进来的 后来那门口被挡下来 不然你以为 你怎么通过那些 高科技的 我在进入研究部之前 真的就是用财报告 但是因为后来进研究部 有些就是会有研究部的资源 就开始 然后最近 研究部应该就有 Bloomberg吧 对啊 后来就是Bloomberg 所以就开始检测 但是其实像最近 他们推那个美股专区 所以就看一下 塞股有没有什么 筛选股票有没有什么方式 什么就又回来这样 了解了 对啊 好 那今天这集就先到这边 喜欢的听众朋友 记得按下订阅 财报告跟财经安平方 都可以按一下 并且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那如果任何问题 都欢迎回馈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会不定期在 Podcast中回答留言区的问题 如果想找平台 讨论投资问题的话 可以上Facebook 搜寻财报告智囊团 这是我们 也会不定期在社团中 分享我们的看法 那今天这集就先到这边 欢迎下次有机会再 要Rion来聊一聊这样 好 谢谢 拜拜